立委選舉 整個國會的結構會不會改變 大家也很關心 而這次的韓流 在2018年橫掃了南台灣 所以有人在看現在的高雄 現在的高雄 基本上從2016年這場選舉當中 大家可以發現 巴西立委全都是綠的 沒有任何一席國民黨贏 但是2018年韓國瑜的選舉 在這些選區當中 基本上除了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 邱志偉的第二選區 韓國瑜拿了9萬 基本上每一個選區 他應該都是贏的 那他在所有的選區都贏 這些選票能不能夠 轉化給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 讓國民黨在高雄2020的選舉當中 也拿下立委的席次 那當然現在 這個國民黨的高雄市黨部 是非常有信心說 可以巴西全拿 巴西全拿是目標 不過這個困難度是非常高 因為民進黨在這裡經營了這麼久 以現在的評估來講 是不是能夠拿到一半以上 這可能是韓國瑜在 如果2020自己沒有參選 也是他在高雄市市長選舉的 一個期中考 到底他在高雄市的基層實力 是不是可以轉換給國民黨的 其他的候選人 好 第一個 2016年是9席 2018會變成選8席 主要是因為選區重化的關係 人口數變化的關係 好 就算是8席 如果我們照剛選完的 韓國瑜的選戰來看的話 照理講應該是不只哪是席 對不對 因為他贏的選區這麼多 對 贏的選區這麼多 為什麼會變成說 KMT8搶4勒 如果韓國瑜的票全部移轉的話 沒有辦法全部移轉 所以這裡面就有一個問題 沒辦法全部移轉 為什麼沒辦法全部移轉 因為當初這個 第一個中央跟地方選舉 還是有一點不同 第二個就是投給韓國瑜的票 不等於投給國民黨 所以提名還是很重要 人選還是很關鍵 雖然政黨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但是我覺得人選 尤其是在明代的這一部分 它是有關鍵影響 人選是誰 還是很重要的重點 再來就是韓國瑜的韓流 能不能延續到 明年的立委選舉 這也非常關鍵 能不能延續就不是只有回到說 當初韓國瑜在競選那一種氣氛 他現在是執政 也就是你在高雄市政府 主政的這一年的表現 這有可能會影響到 接下來高雄區被提名的立委 他的一個選舉的狀況 所以換句話說 政黨因素當然是一個 但是政黨絕對不足以反映 去年韓國瑜的選舉的結果 再過來就提名誰 絕對是很關鍵 我覺得人選是相當關鍵 所以韓國瑜大於國民黨 對 所以國民黨到底能夠吃到 多少韓國瑜的選票 是有問題的 是有問題的 這裡有問題就不是只有說 這個韓國瑜本身而已 也不能完全都是靠韓國瑜的 就是說你提名的這個人是誰 他能不能承接韓國瑜 給他的這個力量 再來就是這一年當中 韓國瑜在地方上的經營 他也會相互的影響 所以這裡面有一些複雜的變數 可是整體上來講 至少韓國瑜 從去年年底這個選舉 他打下了一個基礎 也就是告訴大家說 是可以翻轉的 不是不能翻轉的 雖然在2016的選舉全部都輸 9席全部都民進黨的 但是2018年 這個9席的選區幾乎全部翻盤 所以這也告訴大家說 是有機會 有可能的 韓國瑜的勝選就告訴我們什麼 人選大於政黨 人選是大於政黨的 所以接下來這個提名上面 你就必須要往這方面去思考 尤其是在高雄或是在台南 人選大於政黨這件事情 你要好好去思考 最後一個可能影響的因素就是總統 總統候選人是誰 因為他是一起選的 所以這有母雞帶小雞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民進黨這個獨派 一直說小英不要選 蔡英不要選 對不對 他會考慮到這個 難道只有這些獨派在喊嗎 我就不相信那些立委 他不會去想這個問題 所有民進黨裡面 面對明年總統和立委 一起選擇的這些立委們 他不要去擔心母雞是誰 到時候一塊看本要不要一起看 可能都考慮到半天 要刮刮刮 所以國民黨也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你今天提名出來 這一個候選人 勝選的比例 社會的形象 民眾的接受度 他都會影響到立委的選舉 所以立委的選舉 不是跟總統選舉毫無關係 甚至在綁在一起的機會 會比韓國瑜的影響還大 這是有可能的 母雞是誰 榮介怎麼看 這個高雄的立委可以拿回幾席 你現在只有看民進黨的得票數 你要轉到當年國民黨 他的對手國民黨的得票數 所以韓國瑜的票只要打8個 就是說 他在這個區議員這區 他只要拿7萬2千票 那個就當選了 打8個就贏了 7萬2千票 他拿7萬2千票 這個區議員就要減5票下來 所以贏了 所以只要拿8千票 國民黨在這裡就有 就是他的選票只要轉移80% 就有4式到5式了 就在高雄 因為你看看 上次我們都輸 輸人要到20% 幾乎都要6比4 6比4 或是5比4 所以只要韓國瑜80幾萬票 這個中間只要轉移8千 在候選人的成功上 就有4式可以拿一半 所以不是這樣算 如果要照韓國瑜這樣會票拿下 紅瑜人就變紅瑜人 變紅瑜人 所以紅瑜人是一個 很不健康的生肆 像台南 全藍或全綠都很折迫 台南全部都在這裡 5個選3次 等於15個都在立石 他們15個就沒人要跟大陸交流 所以台南的農民就放在那裡 所以他們這次不可以說 機台說不然讓財政界來做一個 這樣讓他去替我們交流 多減賣我浪費產品 所以你說高雄都給國民黨拿回來 我認為也不健康 民進黨的成員 你讓他可以在國會發聲 他有他的立場 政黨是這樣良性競爭 所以今天這局 你若是韓國的全國收聽了 是不是 若拿他的票是已經逢人了 這就變得不健康 那麼魯閣如果是三家豬 總統三家豬 如果是韓國的栽來 科皮栽來 這樣國民黨過半 你說這八十 總統全國過半 全國在立法院就過半 如果是韓國如科皮 我割英文什麼都算了 我幫你保證國民黨去國會過半 如果不是 來國民黨要去國會過半 可能就稍微要比較平 只割韓國的贏贏 做星期五 卡電話給我 他說 星期要投票 我都沒有去你這樣 這樣你會很危險 他就是你星期要投票 我說我知道 我都沒辦法 他很累 忙到 他開你就試鑽去看過鐘 你聽到好不好 他以為你禮拜天就要投票 他就檢查 他說你趕快給人家看 他是要打給陳秉甫 他說你趕快給人家看 我不用去他騎 我說拜託老大 你是 都沒在關心嗎 我三個月才到你放心 放心 你現在去 因為他真的現在 我也說你身體要高 沒有 那不會 鐵趴 身體不蓋你 三個月才 每次你炒到那天晚上 你打給我已經要1點了 12點半比較多 他還在市場開花刷 還在衝好 他去想就說 這禮拜要投票 快點 趕快打 很感人 也是很感人 雖然你記錯日期 但我覺得很感人 記得兄弟到選舉要趕快來一下 這裡是禮禮拜禮 我說我聽到也很感動 對 我跟他說 因為台南鄉親 雖然這區我以前不經營 但他們也說 你怎麼叫剛才來 我們菜籍沒幾檔 因為曾經有的牙齊都在廟口 廟口做一個小生理 叫他來我們這裡 生理看得不錯 像高雄這樣就對了 這叫做浩營 賓東也希望他去 台南也希望他來 台北你看 政府也在選 也希望他來 他來的氣氛就不一樣 所以如果說三角度 我們現在 他是說他不會選離空離空 可是柯比堅定要選 柯比是說叫你們六位 比較來問阿伯對不對 民進黨創委員要選 如果這樣 恐怕國民黨的主席 他到的 黃主席他到的 結果出他的大地匯 要怎麼找一個 可以讓國民黨重點接種 還可以讓國民黨 入國會過半 這比較需要大地匯 你如果要用選票來說 正坦白說 在哪贏裡面 就是韓國瑜第一名 但韓國瑜第一名 他不可能 他不起動款 他也不主意跟高雄市民說 他要怎麼樣 這坦白說高雄市民在那裡 現在為他提到最多的 就索真衝 索真衝說怎麼樣 要吃虎神自己罵 要什麼補助 主助人助 不是這樣 這久的高雄人 是聽到中國人的 你過去我們提到民進黨這樣 高雄的建設 國民黨在執政 還對高雄補助成幾億 現在一個我們支持一個韓市長 去開議會 跟你說高雄的補助 你跟我說一個吃虎神自己罵 我說這樣 他是說自助人助 我想說 我們台灣會 這樣就是叫你吃高雄 要高雄人 你要吃虎神自己罵 你看你把韓國瑜這樣欺責 當民政議會 衝國 你再繼續欺責兩三遍 我告訴你韓國瑜就大陣 高雄人會說怎麼樣 這樣我們市長不用做 整個做總統 把高雄聽起來 這個聲音也好出來的時候 空間就大了 了解 所以蘇貞昌有扶龍性格 所以他再講幾次 可能韓國瑜就要出來了 好 好 好